所以才想告诉大家 我们人的一生啊 最重的行囊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最重的行囊 就是我们永远背在身上的 那就是贪心了 一个人不停的贪 我到哪里都要讲 一个我们在药拉利亚 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 你们不知道 接到过去的电话没有 一个电话通知你说 你中六合彩了 你中了一百万两百万 然后教你打点税 交点他们的 有没有这种电话 然后我们有一个听众 他就是真的 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他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电话里告诉他 你不要告诉人家 你中了大奖了 你只要寄六千块澳币 到我们香港来 我们马上就把你的 一百万 汇到你的账户上去 他开心的不得了 他跑到电台里来预约 他说卢台长 你看看我最近 有没有财运 结果我给他一看图腾 我说你是倒霉 你肯定破财 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你想想看六千块钱 一个电话就被人家骗着 这个毛病出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贪啊 对不对啊 一个人不贪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一个人一贪 什么事情都有 所以要懂得 不能贪心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